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SS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列表的样式 什么意思 因为咱们在做网页的HTML编码过程中 用到这么一类标记 叫做列表 对不对 今天咱们就学习给列表赋予样式 看看该怎么做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D 列表的标记 大家请看 熟悉HTML朋友都知道 我这有几个列表像 都是什么意思 大家请看 UL什么意思 无序列表 对吧 OL有序列表 最后LI什么意思 列表像 没有问题 咱们就是要对它们进行一些个样式设置 该怎么设置 咱们下面这个 列表的样式 咱们通过list-style- 然后各种各样的样式单 对它进行一些个样式的设置 大家请看 如何对列表进行样式设置 我呢 这有一个网站 咱们先看一下 这是它的列表样式的API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请看 就这个网站 这是列表的各种各样的样式 一会儿呢 我会给您演示它的实际的运行结果 有兴趣的朋友 要看一下这个网站 OK 接下来咱们先少去 马上进入实际演习 其实列表的这个样式单 真的是很简单 咱们马上实验一下 好 我现在把HTML的所有内容拷贝过来 接下来 咱们是外置样式单 所以说我再建一个style的CSS文件 这和咱们以前都一样 OK 然后考上我列表的所有的样式 但是大家注意看 我今天给您讲解的样式呢 我都把它屏蔽起来了 好 我先不打开咱们这些样式单 咱们先看 我现在默认的列表了样式 是个什么样式 咱们马上运行 今天是第12课 好 第12课 然后点index 大家请看 这是我默认的列表的样式 首先是一个UR 无序新闻体育军事 下面是一个有序 蟒蛇 渣瓦脚本 卢比 对吧 123 上面是点点点 没问题吧 好 咱们就是看到了默认的样式 接下来该如何赋予样式呢 试一下 我这有个UR 有个OL 我先对UR进行样式单的复制 style style也分两部分 上面是给UR复制 下面是给OL复制 咱们先来UR UR大家请看 有这么几项 首先说前三项 是分别对某一个样式单进行复制 最后一项 是把前三项的样式 集中在一行写 其实一个意思 一个效果 好 咱们试试 先打开一个 样式单的列表类型 我这写个什么circle 圆点 好 咱们试试 看看这个是个什么效果 刷新 注意看 够 大家请看 刚才的实心变成了空心 这就是列表样式发生变化了 对吧 就这么个样式 有朋友说 你这个list style type 都有些什么内容呢 咱们回到刚才这个API网站 大家看这个地方 list style 我看我能不能把它放大一些 这字体 125 OK list style type 点完之后 大家请看 我看往下 大家请看 它拥有这么多个样式的指定方式 您都可以去试一试 我这个地方 今天我的课程不给您讲解 您直接打开API网站 自然一个个去试就可以 然后它给咱提供一个简单的样例 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这点击 然后右边会看到实际的效果 OK 这个就是说 针对于无序列表 设置前面的小标记 这就是列表单的样式 接下来 列表的位置 我这insider 内部对齐 什么意思 试一下 注意看 上面这个 体育 注意看 不是体育 是新闻体育军事 他们通通进行一个inside对齐 Go 大请 往前缩近了一块 对吧 这是inside对齐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它的position 这个属性 它这里给咱做个显示 一个是inside 一个是outside 咱们都看一下 它区别 注意看这个屏幕右边 inside跟outside的区别 有兴趣朋友 可以去试一下 下面还有好多其他 有兴趣朋友 也都可以去试一下 OK 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是非常常用 什么 就是说我前面这个小点 这个小方块 我不用了 我给他一张图片 叫什么 叫做list icon 用这个URL这个写法 用URL这个函数 然后后面填上一个 咱们要给这个样式单 付射语的这个图片的路径 这个图片因为是在当前幕下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我默认给了一个小的图片 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指定的时候 就是当前幕中下 URL当前幕下的list icon.png 就可以 好 咱们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注意看 前面这个小点列表像 它会发生变化 会变成一张图片 看是不是结果 够 变了吧 没有问题吧 好 然后我把前三个屏蔽起来 咱们设置了三个列表像的样式单 对不对 然后把它屏蔽起来 好 再刷新 样式单没有了吧 又回到初始状态 接下来我打第四项 第四项是干什么 list style 就说前三项的样式设置 我集中写到一行里面去 再看一下 F5 没问题吧 一个效果 OK 接下来 有序列表 OL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我在不设任何样式单的前提下 大家请看 前面这个是有个序号的 123 对吧 好 我加样式来改变这个序号 看看怎么做 list style type 等于什么 大家请看 aproalpha 什么意思 大写字母 对吧 试一试 注意看 F5刷新 没问题吧 ABC 刚才123变成ABC 咱们样式是不是发生变化了 OK 接下来 我不叫大写字母 我叫什么 读一下 lower Greek 什么意思 小写一 小写的希腊字母 一般我有个手表 就是那个希腊字母 我非常喜欢 这说远了 好 试试 注意看 ABC 这也不要了 变成小写的希腊字母 够 没问题吧 αβγ 对吧 可以啊 再接下来 小写的 罗马字母 不对 我那表不是希腊字母 是罗马字母 这是I 两个I 三个I 然后四 什么 是一个V什么的 IV是吧 对 这是罗马字母 注意看 希腊字母 αβγ 这个不要了 要罗马字母 注意看 F5刷新 没问题吧 罗马字母 我有这么块手表 非常的不错 好 再接下来 我不要任何的序号 那你行不行 当然可以 OK 序号没有了吧 对吧 这就是简单的 咱们这个列表的 样式单的复制的方法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有朋友说 我没学够 我想学更多 关于这个样式单的复制 该怎么做 您就看我这个网页 看我给你这个API的URL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各种各样的设置 您有兴趣 都可以去试一下 大家请看 这还出现了小火箭 对不对 都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也是非常的常用 而且咱们这个list 做这个菜单 也是经常用到 这个是作为咱们学习CSS 一个必须掌握的知识 您一定要会 OK 以上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然后我的代码 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咱们这个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